新北市警局 經見一包包無名骨骸 看得令人毛骨悚然 就連正氣領來的玻璃師大人 也避之唯恐不及 誇張的是 這十包骨骸放在警局 一放就是三年 警方找來法師做千古一事 但這些站住在警局內的亡靈 怎麼也請不走 不管怎麼問 就是直不出行歸 連法師也束手無策 直到副局長親自出馬 才有了轉機 是巧合還是長官氣勢過人 這些亡靈才答應離開警局 可是因為他的位階比較高嗎 對 對 這是一個 當然我們的猜測 也許副局長跟他講 他說你去到那邊 我會請那邊的人特別照顧你 然後先準備一個豐盛的東西 給你送行一下 再在路上吃 那他就可能會說好 一般民間檢骨一事 除了擺放骨頭的位置 只要正確更忌諱把骨骸搬回住處 檢骨師在墓地 就當場將骨頭風乾入瓮 如果把屍骨帶進室內 恐怕會惹禍上身 一般人的這個骨骸過世以後 它留在身上是陰寒之氣比較多了 對活著的人比較不好的 警察局這種機關當然就有很多正氣 那這樣發出來的正念 當然就可以把它蓋住了 無名骨骸遭遺忘 三年後才赫然發現 警官警局內沒有因此發生 難以解釋的靈異現象 但看到骨骸難免覺得不太舒服 記者陳家浩 溫思函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